那昨天呢 因為高家瑜 他在我們的節目上面 他有首度表態說呢 他願意 希望呢 如果幫民進黨去挑戰謝國良 他絕對全力以赴 因為他是基隆人 他覺得呢 現在基隆人呢 在這個謝國良的主政之下呢 過去的光榮感都不見了 對啊 這個昨天就有人在網路上 說他是高家瑜的黑啦 有在凱刀造勢的時候喊高家瑜下台 但是如果基隆沒有要選 他要去扛艱困選區的話 他可以接受更生人喔 因為已經教訓過一次了這樣 那在今天這裡有很多留言 要去支持高家瑜 我過去跟高家瑜過節非常的這個深啊 那因為他是在某個節目呢 開錄之前呢 揚言要提告我 然後後來他不敢告啦 就是他那個自己 買那個小豪宅的那個事情嘛 然後呢 這個以前呢 那時候節目還沒開錄喔 然後高家瑜就跑進來 說 喂朗東 我終於看到你了 你這樣叫去 我要告你啊 那時候我來看提剛剛準備資料 然後看到錯案件 他在那邊跟我鬼吼鬼叫的 我也是很錯愕啊 然後他喊一喊之後呢 就開始在那邊唱煎熬 喔 醒一跳 但是他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非常干擾別人 而且 如果他覺得我對他的這個監督 或意見有問題的話 他大可以 私下好好的去解釋這件事 結果沒有 他選在一個公開的這個 節目的場合 很多來賓都在現場 證明這件事情 然後 我現在聽不懂你鋪這個梗 你是要支持他選還是不支持他選 但是 但是 即使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但他落選的那一刻 我就決定我要遺忘 你看我還去買了這個雪花幽靈 可以幫助呢 我去遺忘過去那個負面的情緒 啊 這個高家瑜 那種不滿跟不舒服 讓他過去吧 讓他過去 我現在努力要去說服自己 但是我上個禮拜看到他這個時候 就坐在他旁邊嘛 然後他也不理我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要過他自己那一關 不是說我要過我這一關 綠營支持者要過自己這一關沒錯 但是高家瑜他有沒有 針對一些死中的綠營的人 然後有釋出他的善意 這是要看到自己的這個努力啦 那我覺得如果他願意繼續去監督謝國良 發揮他基隆人的精神 他應該會獲得綠營的一些滿多的 他繼續會有支持 當然會有部分的人 沒有辦法釋懷他過去的事嘛 那但是這件事情 隨著時間經過 你有付出當然就會有收穫 那希望說 他不是說在台北找不到投入 所以炒一炒去基隆 然後發現基隆沒有機會 然後又回來台北 你這樣來來回回搖搖擺擺 至今是大家反而會覺得看破手腳 大家如果鎖定說 好我就是在基隆 我從小爸媽都是基隆人 我就在基隆這邊重新出發 我想大家是會支持他的 靖遠剛剛有網友在Q問說你 2026是哪一個選區 才剛選舉完了 現在才2024 還沒確定啦 到時候會跟大家報告 但是有機會要拜託大家幫忙 對這個節目跟大家報告 像昨天高嘉瑜一樣 那你覺得高嘉瑜去挑戰謝國良 機會大嗎 歡迎啦 歡迎啦 這個高嘉瑜當然是這個話題女王 那當然雖然他現在沒有繼續當立委 可是還是這個持續有話題 有陸續無論是這個節目上跟他同台 還是看到新聞 都是蠻有話題 那當然他是這個講說這個 他要選這個台北市長 但例如這個我們黨內的這個 羅志強的經驗 通常這個喊高就是選低 所以說這個他可能 他說要喊這個選直轄市 他有可能會跑去基隆市選 也不排除 因為確實這個 基隆以現階段看起來 是這個 比較沒有這個有威脅性的人選 客觀來講確實是這樣子 光是連這一次這個他們自己黨內的這個立委初選 這個三位要爭取初選的這個議員 那個時候大家如果去看他們民進黨中公佈的這個對比的民調 大概我印象中這個 每個議員的這個支持度好像才不到兩成 那而且後來又發生換將的事情 所以說看起來下一屆 這個民進黨在基隆確實會比較辛苦 那如果高嘉瑜來的好處是說他的這個知名度本身就夠 但問題就是說在地的根源 因為看起來這個基隆並不是說像台北市 或者是說可能像這個港湖這樣過去像高嘉瑜 他可能靠著一些基層服務或者是聲量 就可以這個獲勝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如果真的要 這個最近這一兩個月可以吵一下話題沒關係 但是如果接下來真的想要到基隆去選的話 我覺得他可以早點去耕耘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